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美三核航母 齊聚第七艦隊 北京怕是坐不住了 用鑽地彈立功 英美聯軍第八次空襲成功破壞胡塞地下導彈庫 歐盟將在即經濟安全措施 防敏感技術落入中國手中 遭賀龍夜夜秀來賓王志安 諷為造勢工具 台海病律師陳俊翰回應了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副頻道 今天是美國時間1月25號 星期四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右方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美三核航母齊聚第七艦隊 北京怕是坐不住了 中共企圖稱霸世界的野心暴露後 美中之間的對立程度越來越高 中共的第三艘航母福建號 也於前日完成電磁彈射系統的測試 即將投入解放軍海軍服役 而美國部署在西太平洋的第七艦隊 也於上週末迎來第三隻航母打擊群進入編隊 對中共的軍備情形形成數量上的對峙 美國海軍研究所新聞在22日引用五角大樓一名官員的話指出 西奧多羅斯福號已於上個週末行駛到第七艦隊的防衛海域 加入第七艦隊的編制之中 這是繼卡爾文森號 與駐守在橫須賀港的納龍雷根號之後 第三隻美軍部署在西太平洋的航母打擊群 似乎是要對應中共即將開始服役的第三艘航母福建號 據美媒19日報導 美國國家安全部搜查了中國青島三翔公司 在美國的三間子公司 而早在去年9月 美國眾議院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 就已經指控該公司公然進行貿易欺詐和逃稅 並對美國的製造商造成災難性的影響 其中受影響最大的一間製造商 位於伊利諾伊州 因受三翔公司的欺詐 必須裁撤25%員工才能勉強維持公司營運 陸媒騰訊網發布文章 這些事件都指向一個事實 那就是美國對中共的制裁有越來越失控的傾向 文章強調 目前中共僅有三艘航母 就能讓美國感受到威脅 並祭除如此激烈的制裁與應對手段 如果中共能跟美國一樣有10艘航母 那是不是就可以開始跟美國商談如何共治太平洋了呢? 然而 有部分中國網友反駁 稱乾脆造100艘就能在國際上橫著走了 真不曉得這些極力渲染軍備競賽 不管老百姓死活的人到底是什麼想法 同時也有網友指出 看看蘇聯解體的真正原因 軍備競賽真的是中國需要的嗎? 用鑽地彈立功 英美聯軍第八次空襲成功破壞胡塞地下導彈庫 以美國英國為首 針對胡塞武裝組織實施打擊的繁榮衛士行動 於日前發動了第八次的空襲 雖然這次空襲的火力沒有第一次空襲時那麼大 但這次空襲成功炸毀了胡塞組織位於地下的導彈庫 內部的導彈庫存也在空襲中被破壞殆盡 破壞地下導彈庫同時也暗示著美軍的偵察能力已經達到了什麼樣的高度 根據美聯社在23日的報導 在也門當地時間22日晚間23時59分 以美英為首的聯軍針對包括也門首都沙納在內的胡塞組織的八處重要據點 報導指出 本次空襲成功破壞胡塞組織引以為傲的地下導彈庫 但並沒有公布究竟使用的是何種武器 中國軍事領域專欄作家鐵血戰史1927推測使用的是與提供給以色列破壞哈馬斯地道相同的BLU-109鑽地彈 並搭配910公斤的高爆炸彈GBU-31才能成功達到破壞的目標 鐵血戰史1927的分析文章中指出 使用鑽地彈做精確打擊 代表著美軍的偵察系統 已經將作戰目標的精確情況偵察完畢 稱美軍的太空偵察體系中有一種被稱為鑰匙孔擊的偵察衛星 分辨率已經達到5英寸 文章舉例 該偵察系統雖然無法看清車牌上的字 但已經可以精確確認車輛有無懸掛車牌 或是地面上究竟有幾個人等 並認為美軍這幾年已經設置許多類似的衛星 能夠實時監控地球上的導彈發射情形 同時 文章觀點認為 美軍接下來可能會用類似的手段繼續破壞胡塞組織的地下設施 當初也門內戰期間 胡塞組織為了預防烏砂地阿拉伯聯軍的空襲 建立了大量的地下儲存設施 也有跟哈馬斯類似的地下隧道通路 這些都會成為美軍接下來空襲的目標 歐盟將再計經濟安全措施 防敏感技術落入中國手中 法新社報導 自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基全球貿易緊張升高後 布魯塞爾當局強化其貿易工具 以因應歐洲經濟安全面臨的威脅 俄烏戰爭對歐洲帶來的衝擊優異嚴峻 迫使歐盟尋找替代能源來源 如今 歐盟也希望避免過度依賴在綠色科技 製造和關鍵原物料方面 具支配地位的中國 24日公布的措施將是歐盟執行委員會主席范德萊恩力推的去風險化 而非與中國脫鉤焦點的一部分 根據法新社看到的草案內容 這套方案攸關解決歐盟經濟安全風險 同時確保歐盟仍是有吸引力的商業和投資目的地 這份文件提到 地緣政治緊張和科技變化腳步意味從歐盟的層級 投入更協調的行動有其必要 歐盟執委會今天公布的這套方案將包括五大措施 包括針對外國直接投資的審查制定更嚴厲法規 其他則包括改善在出口管制 軍民兩用科技研發 以及加強研究安全措施等方面的協調行動 遭賀龍夜夜秀來賓王志安諷為造勢工具 臺罕病律師陳俊翰回應了 脫口秀節目《賀龍夜夜秀》邀請前中共第一喉舌央視的前記者王志安作為來賓評論臺灣選舉 王在節目中出言諷刺 罹患罕見疾病的民進黨部分區立委候選人陳俊翰 暗指他被作為選舉工具 為民進黨立委候選人王毅川造勢 《三立新聞網》報導 許多媒體詢問陳俊翰是否生氣 憤怒 陳俊翰都一笑置之 他表示 臺灣是民主社會 民眾本來就會檢驗每一位政治人物 在踏上政治之路的同時 就已做好心理準備 將面對來自社會各界的正負面評論 讓我遺憾的地方是發言者本身對障礙者極度缺乏同理 他似乎認為障礙者不該參選 只能作為造勢工具 陳俊翰表示 作為民主社會 臺灣障礙者有能力 有意願透過參選貢獻社會 不僅是平等權利 也應該被鼓勵 王志安來自中國大陸 沒有嘗過民主滋味 難以瞭解民主真正的意涵 不該對臺灣選舉指指點點 甚至認為臺灣選舉現象很落伍 不過 王志安言論一出 主持人賀龍 LB不僅沒有制止 也加入大校的行列 臺下觀眾毅然 陳俊翰表示 臺灣民主社會發展 人權進步價值 相對於中國大陸應很進步領先 當有人發表 侮辱 煽笑障礙者的言論時 主持人應該當場制止 但昨天影片中 卻未見主持人出言遏止 希望本次事件帶給各界啟發 日後節目製作單位針對身障議題討論時 應更謹慎 不要拿障礙者的特殊處境 疾病去嘲笑 甚至模仿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按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 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讚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